最近这几天印尼烟霾来袭 国内有多个地区的空气素质都很糟糕 尤其是住在雪州双溪龙一带的民众 日子就更加苦了 因为当地有一座非法垃圾场 因为着火冒出滚滚浓烟 灌溯了好几天 情况还是没有改善 那今天八点最热报的记者王健 以及叶小慧就走访当地 一探在烟霾来袭 再加上火烧垃圾场 双重夹击之下的双溪龙 情况有多糟糕 雪州双溪龙非法垃圾场 起火事件来到第四天 执法单位早已经用交通三角锥 把相关路段围起来 虽然入口就在大道旁 但这个不起眼的地段 要不是这一次突然起火 或许还真的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里头藏着一座 高达73米的非法垃圾山 虽然已经烧了好几天 但滚滚农烟 还是不断从垃圾堆里冒出来 让整个非法垃圾场 蒙上一层浑浊的色调 从去年开始堆砌上来的垃圾山 里头藏着各式各样的垃圾 而伴随着浓烟的 还有呛鼻的臭味 不戴上口罩 完全没有办法靠近 下方人员把现场分成三个部分 有条理的逐一进行灭火行动 虽然现在第一部分的火苗 已经完全扑灭 但是当局还是不敢松懈 除了继续在第二部分 用水管洒水之外 还出动了惨泥机把地面铺平 以减低消防人员 执行任务的风险 另外当局在今天也出动了将近70人 进行12个小时的灭火工作 但能不能在预期内完成任务 还得看当地的天气状况 虽然非法垃圾厂的火势 已经受到控制 不过在附近的民众透露 从垃圾厂起火那一天开始 他们的生活作息 还是受到了影响 今天好一点 昨天也是很臭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外面的空气都会比较朦胧一点 然后最近也是会有时常 呼吸有一点不顺畅 就好像我的小孩那些 都有流鼻水之类的东西 侍奉印尼烟埋来袭 加上非法垃圾厂又起火 天空的烟埋到底是从印尼飘来的 还是来自垃圾厂早已经分不清楚 这也让附近地区的空气质量 变得更加糟糕 至于情况是否会好转 只能持续观察